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俗语说 声教胜于言教 一位父亲的言行举止 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位父亲带着九岁的孩子去钓鱼 一到河边 父亲就提醒孩子 要先读清楚 告示牌上的警示文字 写着 钓鱼时间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 四点 父子俩从上午十点半开始垂钓 直到下午三点四十七分左右 突然间孩子发现钓鱼的末端 已经弯曲到快要碰触水面 而且水面下鱼尔那端的拉力很强 他大声喊父亲过来帮忙 父亲一边协助孩子收线 一边利用机会教导孩子 如何跟大鱼搏斗 经过一段时间挣扎 他终于将一条长重约七八斤的大鱼钓了起来 父亲双手捧着大鱼跟孩子一起欣赏着 孩子显得非常的高兴又很得意 不料父亲看了一眼手表 收起笑容严肃的对孩子说 亲爱的 现在已经四点十二分了 照规定只能钓到四点哦 因此我们必须将这条鱼放回河里 孩子一听 赶紧看着自己手腕上的表 确实是四点十二分 但他却很不以为然的对父亲说 我们钓到的时候 还没有四点哦 这条鱼我应该可以带回家 孩子一面说同时露出一脸渴望恳求的表情 可是父亲随即回答说 规定只能钓到四点钟 我们不能违背规定 无论这条鱼上钓的时间是否在四点以前 我们钓上来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四点 就应该要放回去 孩子又再次对父亲要求说 爸爸就这么一次啊 我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 妈妈看到了也一定会很高兴 而且这里又没有别人 就让我带回家吧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 不可以 因为没有人看到就说可以带回去 不要忘记上帝在看 他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孩子眼里含着泪水 将大鱼放回河里 没有再说一句话 默默地跟着父亲收拾掉具回家了 十多年后 这个孩子在纽约成为一位口碑很好的律师 他就是乔治·汉米尔顿 他最出名的一句话是 我从不强辩 只照实说出事实真相 因为上帝知道我所说的每句话 今天的圣经列王记上22章43节的前半段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 不偏离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身为父母长辈者 都是小孩子从小学习模仿的榜样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在生活中有正确合一的言行举止 能为周围的人立下美好的榜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